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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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不是说呢吗 你们两个怎么又跑到一块去了 我请她来的呀 我们俩一直从下午聊到晚上还没聊够 我就干脆带她一块回来了 你们两个没事了又和好了 怎么了不行啊 我们俩又没什么深仇大恨 没什么不行 我就是突然你们两位大小姐 说好又好了 有点跟不上形势 那你就等着听通知呗 这礼拜六我们要出去玩 你有时间吗 有啊 这么大的事下了刀子我也有时间啊 你瞧瞧这机器性是不一样啊 那好吧 周六中午十一点半就在咱们家 就这么说吧 就咱们家楼下那停车场 十一点半别晚了啊 得嘞小子零纸 又能这么跟你说话了 真好 哎 又要见到杨依了 你不会高兴的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吧 哎呀 哎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去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杨姨 我 是这样 我们的相识是有些尴尬 可是我一直是把你当朋友的 喂 杨姨 你还在吗 我在 我只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 我知道 我以后一定会想你的 好 再见 我以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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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见 拜拜 杨茜茜 杨茜茜 我去吧 杨姨 郭欣 怎么这么巧 你怎么会在这 咱们准时 是该不准时的人还是不准时 你是说姚姨 她还是喜欢故弄玄虚 她没跟你说我来 对于她这趟你比我熟 老是喜欢作弄我 恶作剧 哪也赖你 放松警惕 你还那样 一点都没变 哪儿 变多了 心老了 不像以前了 我刚才突然想起来 我们第一次在健身房见面的时候 也是姚姨拿你来耍我 当时弄得我特别的尴尬 咱们握个手吧 也算正式的认识一下 你还说自己变了 还是这么贫 活动发起人来电了 喂 姚小姐 你不会又跟我说你不来了吧 好啊 你就盼着我不来呢 是吧 我可都望眼欲穿了 你大驾什么时候光临呢 你望眼欲穿我倒是相信 不过 望的是谁可就不好说了 反正呢 你是一直对着杨姨 头都没扭过一下 不过来的事 怎么样 没话说了吧 还想瞒我 怎么 姚姨已经到了 她肯定比咱们俩先到的 行了 你大功已经告成了 你就赶快现身吧 好啊 你们这两个枪头草 怎么样 没想到吧 出奇之胜 还出奇之胜 你这是顾忌重演 对 你这叫利用人民群众 对你的信任 好啊 你们这两个枪头草 郭仙 你少废话 上来当司机 好 那你先坐后面吧 好 好啊